18日亥營業中第二季 舉辦記者會 除了原本的康哥 炎雅倫 姚元浩和莎莎 還加入了其他新成員 鬼鬼和浩子 真的確定拜拜了 鬼鬼真的是因為雅倫 他起雕了嗎 我跟你講 一下結婚 一下離婚 他是我最親愛的朋友 所以絕對不可能會發生那種事情 絕對是因為時間都不容 真的 你看著我眼睛 真的 不要害我 真的 他會打電話給我說 你怎麼這樣講 所以雅倫知道鬼鬼不能來 你有 我哭 哭 你真的回太快了 你笑太開心了 你要醞釀 我們昨天晚上先回頭 你現在超超開心的 沒有 怎麼會開心 我餵留他 我沒有 因為我不是製作單位 我當然也希望 我可以有餵留他的能力 因為我覺得跟他算是 算是很能鬥嘴 然後也都很了解彼此 然後當然會有一點點失落感 不過大家別擔心 鬼鬼還是會以來賓的身分現身 而第二季的營業中一樣充滿未知 有人竟然連是什麼節目都不知道就來了 路西派他是不知道他要參加什麼節目 對 他就來 他一直以為 他是要參加什麼野外求生之類的 對 然後 然後全新節目 邀請我去好看 然後坐下來怎樣說 原來這新節目要搞一個 蛤 怎麼可能有這麼好的機會 欸 不用 你們不用這麼 是那個來 因為你是新聞焦點 反正 對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一個 在那邊再道歉一次 好 走在那邊 怎麼有閃光燈 不習慣喔 阿倩哥有看過嗎 欸 他同意我來 我覺得他就是給我大禮就對了 喔 你要經過他同意喔 當然啦 記了你一下 不就是自己家嗎 對啊 不就是自己家嗎 對 就是 大家以後請問自己賺 自賺 他們不知道雅倫是今年歲要講 喔 不要 選我安靜嗎 沒有 真的沒有人講得到那個錢 其實我一看到他我就 不見了 哇 不要再渲染這件事了 這是假的 業障狀 莎莎也賺很多 我沒有喔 你跟胡說八道 轉移了一下教導 你一定要這樣子是不是 我要講 我要講 你可以講旁邊那個也賺很多 喔 對對對 他有很多 對啊 沒有喔 收入一直都在四五位是留著 連酥 連酥 你是不是不用報稅啊 不能報稅 你還要不要這樣 你還要不要亂開 站起來 欸 那個 欸 拿香來一塊 看來已經有人預定KAMAY的位置囉 來了 化了 聖縮 等下 把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